从韩国选秀节目 BOYS PLANET出道的限定男团 ZERO BEST ONE 日前举办线上签售会 不料全员金帝雄疑似在视讯 尚未挂断前就标了韩国国骂 4秒影片疯传引起热议 不少粉丝表示不敢相信 也有不少网友力听偶像 表示视讯结束前 金帝雄的眼神飘向了工作人员 随后就有一只手遮住画面 接着骂了脏话 怀疑是工作人员的声音 ZERO BEST ONE所属经纪公司 则发出紧急声明 澄清金帝雄没有骂脏话 金语相关人士核实后 以确认这些指控并不属实 我们也向在场的工作人员和翻译 进行了确认 并强调会用多种方式 确认是否属实 以保护议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